好 各位同学 今年是2014年 我们这个版本是2014年的版本 也是最新的版本 教这么多年 当然会有一些教学的经验跟心得 其实教学的经验跟心得很简单 知道取舍 刚开始教都教一堆 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有用 我们更精准的达到教学上的需求 所以当然你要看就看最新的版本 因为最新的版本会跟我的教学部落格 会跟小世界作业的要求的规格等等相关配合 那当然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那就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现在的学生 当然是看这个最新的版本最好了 所以能够减少一个问题 当然我既有的版本也留着 我们既有的版本也留着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看几年前我教了什么东西 或许有一些东西是更多的 虽然有时候那时候教太多了 不管基本上就告诉你 要记得要看以最新的版本为主 最新的版本为主 我们Composer重新回来教Composer 我们重新回来教Composer 一样你会看到往下拉 你会在我们的教学网站里面看到什么 官网跟什么下载页面 就直接按什么按下载页面 按下载页面 好 下载页面出来的时候呢 画面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什么 正体的中文 那越来越多 陆生同学 你可以用简体的没关系 你可以用简体的没关系 这两个部分 当然 少数有一两个 喜欢用英文的就自己看着办 这边有繁体的 这边有简体的 这边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Installer Installer就可以下载了 安装 一直安装安装 安装安装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叫什么 Zip档 Zip档它不会帮你安装 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就那样子 就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一样可以用 我要教这一个 我等一下会教这一个 这个比较好 因为你不是安装的 你是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这是所谓的绿色软体 绿色软体 你不用安装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什么 放在你的那个 随身碟里面 你可以把它放在随身碟里面 比方说你要到教室上文课的时候 就把它带到教室去 不要每次下载来下载去 有时候会占用很多时间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一个Zip档 Zip档解压缩的比较好 解压缩的这个比较容易 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也可以放在随身碟 到处带着走 到处坐 很简单 就很简单 就不用每次下载来下载去 这样子 好 然后按download 按download 很快 然后你再看download 它在跑了 它在跑了 来 我们很快等一下 这个时候 同学要等事情 应该要来唱歌 老师唱一首歌好了 好不好 唱一首歌 带他姐姐 我真的是要唱 我还没唱 要下载完了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不能怪我 好 这边有了 这边有了 按一下这边 然后 这个 平常性讲 这个是我在PC上写的 以前我在PC上做总编辑 我们就做这个事情 step by step 每个步骤都要交得很清楚 同学才不会出问题 这个是Win8 Win7也一样 差辟怎么办 差辟应该也差不多 很久没用了 不太晓得了 按这边 在资料夹中显现 资料夹中显现 就打开了 然后在资料夹中 资料夹中 我们就会找到 找到 找到 这个解压缩了 这个是解压缩的符号 这个是压缩档的符号 就这样子嘛 就这个嘛 它反正会自动跑出来 然后按右键 按右键 有没有 按右键 刚刚一个什么 解压缩全部 按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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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右键 解压缩全部 然后呢 好 不用管它解压缩 你就跟它解压缩 解压缩 有没有 它就开始在跑了 跑跑跑 解压缩完了 基本上 它还会自动 把那个资料夹打开 它还会自动的把资料夹打开 你这个资料夹在下载里面 在下载里面 有没有看到本机下载 这个资料夹里面 没关系 我回去给你看 我们跑回去给你看 我们跑回去给你看 这个是刚才嘛 我们下载的资料夹 你往下拉拉拉 你也会拉到 你也会拉到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去的 刚才那个部分 这一个 有没有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嘛 这个就是解压缩之后 你看这个是 一般的资料夹符号的 点两下 你找到那个资料夹 点两下 这边还有一个资料夹 composer 对不对 再点两下 就跑出来了 就跑出来了 然后你 往上拉 看到这个符号 有没有 点ES1 点ES1 就是什么 可资金档 没关系 没关系 有些人电脑 点ES1 跑不出来 它设定都跑不出来 没关系 你们看到这个符号 通常 可资金档 就会有这种符号 这一个符号 composer 加上这个符号 点ES1 点两下 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 就跑出来了 这就是composer 这个软体 我稍微拉一下 我稍微拉一下 不然看不到 我把它稍微拉一下 就跑出来了 就会是这样子 这个composer 就跑出来了 好了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跑出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们会再教 等一下我们会再教 那基本上 就会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先随便打打 先随便打个123 好不好 先打个123 随便打个123 123 好不好 然后再打一个什么 这个中文好了 这是中文 好不好 你啪啦啪啦 反正弄完了之后 存档 存档 随便弄个档名 123456 好不好 就这样就好 存档 存到哪边 一般而言 我们都跟它存在桌面 比较好 你比较容易找得到 然后存到桌面之后 跟它存档 OK 你就会在桌面上找到这一个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这个拉不过来 断了 你会看到 在桌面上就会看到了 你可以直接在桌面上的 那个符号点两下 桌面上的符号 你也可以按这边 按浏览 按浏览 123 这是中文 有没有 就跑出来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component 做完了之后 反正还存档了 就直接关掉就好 就这样子 超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资料夹找到 有没有 我们把这个资料夹找到 你刚才解压缩的资料夹 你刚才有解压缩的资料夹 这个是你解压缩的资料夹 对不对 你看有没有 2014年7月2号下午2点15 没有我们刚刚解压缩的 很准 点两下 这个 你要是高兴呢 愿意呢 就把他什么 按一下右键 按右键哦 拖到什么 拖到桌面买 拖到桌面 然后呢 你就跟他什么 复制 复制到这里 你看会有这个符号 这边看不到 你会看到那个符号 按右键哦 你就跟他按复制就好 按复制也行 然后我们整个就可以 复制到桌面了啊 复制到桌面之后 你比较容易啦 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整个资料夹 我们拉过来这边给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 Composter 这整个资料夹 我们拉到桌面了 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处理 有没有 点两下 就是这个Composter 再点两下就有了 对不对 点两下 OK 就跑出来了啊 基本上就跑出来了啊 你也可以把这整个资料夹 什么 这个整个资料夹 放到你的随身给里面 就可以带来带去的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不用做任的设定啊 不是不用做任的设定啊 就先到这边啊 等一下的设定呢 我会教你啊 你今天就是安装 这个什么 下载也不用安装啊 下载也不用安装 解压收 就是告诉你啊 怎么解压收 然后找到这个档案 点两下 它就会跑出来了 好 超级简单 我们讲到这边 写各位